Hello,大家好,我是Eason 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迷恋钓鱼,然后做美食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我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来做一个三文鱼的鱼子酱 nice 那首先,我们先要去钓到三文鱼 现在刚刚五点多一点,我们出发 科学吗? 有这么早钓鱼了吗? 我只是想说业余钓鱼老跟专业钓鱼老体现就在这里了 啥都看不见就已经来蹲点了 摸黑,钓鱼了 真有人这么早啊? 我们已经算晚到了,看对面的灯 还有灯人是没开灯的,你相信吗? 走过去看都是黑人影在哪 结果已经没位置了 进行 没有了 谢谢 因为 无论 我 没有了 我 没有了 � 哎呀 上来就钓到一条 换了一个spinner就来了 还是一条母的 我们鱼子来了 你都没拍到啊 没拍啊 所以想到第一下这个spinner就立功了 nice 继续 看看 不要拉上来 不要拉上来 你太着急了 万一是野代得放 可以拿吗 可以 再看一下 你再敲他两下 再敲两下 可以 可以 不能着急 你看好啊 我来给你表演一下 spinner上大鱼 有 有有有有 有有有 有有有 开小山开出来了 没有 川普哪有那么小力啊 怎么像死鱼啊 我现在就挂死鱼 牛逼 哎呀牛逼牛逼牛逼 MVP 你是今天的 哎 怎么样 逼得今天来钓树枝树叶死鱼啊 就是没见到活鱼 哎 笑死了 不能放弃了 我们那天坚持到一点钟 就咬了一钩 然后就吊上来一人一条 坚持到一点钟好吗 没问题正常的 哦 哦 哦 来了 yo yo 我 孤驶上了吗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好想是孤驶上的 哎不是吧被上了 瘟被上了 好像狗背上了 这条鱼鱼挺大的吗 窗户还是蛮 这么大链 好玩 你超深水的 好换水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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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 穿穿穿 大穿 哦 妈妈母的 来了 来啦 这超蛮人蛮 够啊 勾到的 别浪上来 还好是防水的 来了 勾到了 勾到了 勾嘴了 拉拉拉拉拉 nice 看看有没有骑 有 被熊抓过的 可以的 这条是咬到了 这条是咬到了 牛逼 牛逼 nice nice 两条 这条鱼被什么东西攻击过 这样的一个爪印 这个是被什么老鹰抓的吗 我没事了 总比没有好 嗯 母的应该 收工 哈哈哈 你背这个是吧 跟那个小偷一样 鱼的鱼货都是被带在袋子里了啊 装小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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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鱼了 ok到家了 那这两条鱼呢 都是母鱼啊 如果没有看错的话 所以说他们应该都有鱼子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它们清理一下 把鱼子取出来 鱼子取出来 握 把鱼子取出来 鱼子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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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鱼子取出,放在旁边这个碗里面 这条鱼的鱼子不是很多,但基本都成熟了 还可以 这个鱼子因为外面有个侧膜,所以它们都是一个整体,很容易拿出来 我们把这一条也给它剖开 这是一条公鱼 看着眼了 这是一条公的,可以看到 这个鱼还真的挺难封的,你们看一看 几乎差别不大 这个公母看上去 嘴巴稍微有点勾可能 稍微有点勾,但还没完全变形 还没变成那个阴沟嘴 但差别真的很小 白高兴一场,只有一份鱼子了 我们把鱼处理一下,然后一会儿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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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子 为了之后更方便吃呢 我会提前把鱼翅拔掉 也可以到吃的时候再拔都行 那今天因为时间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先给它拔了 然后再把鱼分好,装进袋子里 来吧 来吧 好,那我们接下来处理这个鱼子了 今天的重头戏 先把这个盘子晒一晒 那因为这个鱼子呢 有一层膜 而且每一个鱼子 它中间都是有这个膜相连的 所以我们得先给它脱膜 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用热水 我们先把它这个 稍微掰开了一下 稍微分离一下 好,这样热水能进入到 这个每个鱼子之间 ok 这里还有一些 那其实呢 可以用我们这个水龙头出来的热水 温度就够 但是我就直接用开水了 刚才烧了点开水 这样的话可以把我们的鱼子 稍微也给它弄熟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拿一个筷子 夹住这个鱼子的这个膜 给它稍微搅动一下 这样很容易的鱼子就脱落下来了 ok 看见没有 基本上鱼子全下来了 然后还有一些少量的 我们用筷子这样夹住了 往下一撸 也就都下来了 接下来就是有一个比较沸水的过程 而且稍微要花点时间 那我们可以开始用清水冲洗 然后慢慢的把水倒掉 这个时候能看到有一层这种白白的 像一个壳样的东西 脱落下来 这是每个鱼蛋上面的外面一层膜 那这个膜呢也要去除掉 这是一个非常重复性的动作 但是一定要把这个膜都清干净 不然会影响口感 这个动作呢也比较沸水 但是最后的成品 也不会让人失望呢 这个时候呢我去准备一下我们的酱料 我这里先用一块昆布给它泡一下水 先把它泡开 然后我们需要一些清酒 那这个清酒的量呢 就是一会儿能把我们的鱼籽全部覆盖掉的量就够了 然后我们开火 给它煮一会儿 等到这个清酒煮滚了之后呢 大概三五分钟吧 把里面酒精全部挥发掉 拿过来 这火有点太旺了 看见没有 差点把我们的油烟机给烧坏了 OK 火灭了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里面的酒精其实已经挥发掉了 放到这里面 让我们加一点生抽 因为我们不想腌的太咸 所以就少加一点 稍微有点味道就行了 然后再给它煮一会儿就可以 为了让这个凉的快一点 我把它放在这个盆子里 然后接点冷水 这样的话一会儿就凉了 那我们的鱼籽呢 也差不多都洗干净了 几乎没有什么白膜了 可以看到这个鱼籽现在是白色的 我们一会儿给它变回透明 好 只需要一点盐 好 只需要一点盐 OK 稍微搅拌一下 那这些鱼籽就会当着你的面子 在你眼前发生变化 现在已经开始变了 开始变透明了 精盐剔透了 这些是刚才一些白的 还没发生变化的 那这些呢 你变成透明的了 快 非常非常的快 这样是不是就更有食欲了 看上去 那盐呢能把这个鱼籽里面的水分 给它逼出来 我们这样先放进冰箱里放个几分钟 让它发挥一下 反应 好 差不多 我们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现在出来很多水分啊 这就是我们需要的 那再看一下我们的鱼籽 已经完全精盈剔透了 那我们现在把上面的盐分都给它洗掉 再把水滤掉 好 进入最后一个步骤 把它们都放进我们这个腌制的容器里 然后把我们的酱汁 给它倒进去 OK 这就搞定了 然后最后呢 我们就要把它放到冰箱里 放上一碗上 那最后我们就把这里面的酱汁全部给它过滤掉 就剩鱼籽 水分全部沥干 然后放到这个容器里 这样的话在冰箱里可以保存三天 如果要保存更久的话 就得把它用抽真空的纸袋 那个塑料袋给它把空气抽走 然后可以放到冰冻里面 这样的话大概可以保存 我觉得三个礼拜应该没问题 但肯定还是越早吃越好 越新鲜口感 OK 那我们晚上下班回来再吃吧 一会见 哈喽 哈喽 我回来了 那经过一天啊 一天辛苦的工作 回来之后呢 我们要好好用这个鱼籽 来补平一下我们今天的劳累啊 打开再给大家看一下 非常诱人 那像这个鱼籽姜呢 其实有很多种吃法 可以配米饭 我觉得是最香的 但是呢 如果你不吃米饭 想当临时吃的话 那我这里也有一些好的建议 比如说拿这个海苔 给它包起来 不需要很多 就一点点啊 来看一下 那可以直接这样包起来 往嘴里放 你们听不到这个在嘴里爆炸的声音啊 但是 吃到嘴里一咬 就有那种 啵一下 这种感觉 非常爽 那还有一种吃法呢 我也比较喜欢 就当临时的吃 就是 拿一个这样的 我女儿的小饼干 然后就这样放在上面 这个鱼籽酱 在这里爆到那时候 会有一些液体流出来 然后就瞬间把这个饼干给融化了 这感觉太爽了 再来一个 海苔配饼干的组合吧 再来一个 哇 这个汉堡怎么样 可以啊 嗯 嗯 一口一下就直接溅到我买口都是 我们好东西拿去跟家人一起分享 走 同胞 爸爸来了 你在这儿呢 你要吃饼子吗 坐椅子上去 坐椅子上我拿给你 走 走 看 我吃好几天了 你看 你吃好几天了 你吃的都是之前钓的 这个是爸爸昨天钓的 谁钓的 这个啊 这个不是钓的 这个是奶奶做的 谁钓的 这个是我钓的 这是我的手 对呀 哈哈哈哈 你不用这么迫不及待吧 你的手在这儿呢 那我用戒一下 这个好不好 拿个海苔放手上 然后我给你来点鱼籽 这 哦 这还有一个 好 吃吧 卷一卷 嗯 把海苔卷起来吧 是 是谁钓的 我钓的 是谁钓的 是谁钓的 娃娃 爸爸钓的鱼籽 是谁钓的 好 钓起来 放嘴里 哦 又钓出来了 快 下嘴里 妹妹在旁边吃西红柿 哦 好吃吗 还好吃吗 还好吃了是不是 好吃吗 嗯 还要吗 还是给妈妈来一个 给妈妈来一个 我喂 那你喂妈妈 来 放好 你把鱼籽放上去 给妈妈这么多拿 好 好 看你了 拜拜 嗯 谢谢宝贝 给爸爸 给爸爸 哎呀 真笑 好 好 好 爸爸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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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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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吃 好了 哎呀 不要乐即生悲哦 嗯 OK 今天我们这个鱼籽 还是非常成功啊 因为这不是我第一次做了 我也是在网上学了一下 这个方法呢 非常简单 用的料呢 也非常少 然后经过大概三四次吧 我做了三四次 基本上把这个 酱油的比例 调整到了比较一个 合适的这个 这个咸味 如果太咸的话呢 其实这个单吃也不是特别好吃 所以就淡淡的有一些酱油的咸味 就非常完美 非常可以 OK 好了 那同胞 我们继续吃吧 跟大家拜拜吧 拜拜 大家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关注一下 然后点个赞 然后有什么想下面留言的 可以在下面跟我跟我说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